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法院对一名20多岁的男子进行了异常重的判决 检方对他提出了30年的徒刑 但法院做出了远比杀人罪更为严重的50年有期徒刑 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年5月13号晚上10点56分左右 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性A某 吃刀追逐正要进入公寓的20多岁女性B某 根据报道,这位A某在网上有事先搜索了 强奸、强奸自杀、叉杀单身公寓谋杀案等关键词 并在超市购买了犯案工具 而曾以送货员工作过的他 认为身穿送货员服装进入单身公寓不会引起界限 于是就穿着送货员的服装选择了作案目标 随后偶然发现了在路上的受害女性B某 并跟踪她回家 她像是要送货一样在周围徘徊 当受害女性输入密码进入大门时 她立即跟进试图性侵犯后回舞斗具 受害女性的左手腕动脉被切断 受到了重伤 当时女性的男朋友听到尖叫后出现 阻止了A某 但A某多次用刀刺向男友的脸部、颈部和肩部后逃跑了 男友被送往医院时出于昏迷状态 经过20小时以上的手术 大约在40天后才恢复意识 但脑部等部位收到了永久性损害 医疗团队证断 目前男友的知力年龄相当于11岁 即使是简单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他人的帮助 这起事件发生6个月后 28岁加害者A某被判处50年有期徒刑 检察官是要求判处30年徒刑 但法院加重了刑期 法院表示 受害者们正遭受着终身难以治疗的痛苦和创生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身体和经济上的打击 50年徒刑是韩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 目前为止在韩国最高的有期徒刑 是2019年对无差别杀人案判处的45年 所以这次的50年确实是非常特别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也有真正的法官 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心情舒畅的判决 非常感谢您法官先生 请您身体健康长生 我看过这篇报道真的很悲伤 男朋友被刀子刺伤后 由于过度出血导致脑部缺氧 从而产生了认知障碍 必须以大约11岁的支离水平度过余生 而女朋友即使在住院 也每天去嫁或病房看望她的男朋友 太气愤了 怎么可以这样毁掉别人的人生 这应该受到天前 原来是永久性伤害脑部受损呢 怎么办 十八 50年的刑期也真的太短了 真的 为了救女友 结果一生要以11岁的支离生活 她本人和父母该有多心痛 这也影响了善良的孙霍斯基的形象 我认为法官做得很好 真的很难过 受害者受的伤太重了 都是为了帮助女朋友才会这样的 周围人的心情一定难以言喻 独居的女性们 或者即使不是一个人住 但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的女性们 当有人在附近时不要开门 灌门时也要确保门锁的上锁前 手要一直握着门把手 我总是这么做 为什么人可以这么容易的伤害别人呢 我无法理解 为何判决时要考虑加害者有没有反省呢 应该对其所犯之罪行进行惩罚啊 像这次这样疯狂的罪犯 以及其他疯子般的罪犯 他们肯定会为了减轻刑罚而假装反省 反省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韩国法官对这个畜生 判了五十年有期徒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免费 compatible 我俗二 嗯 refer尽